你要進去嗎? 哈哈哈哈 握手 好像在你的手心 故意進去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eman 我現在人在日本的這個 JR縣 錦繫町站 那這個站其實非常有名 那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特別企劃 這個是肯尼斯古德跟我講的 因為呢 他說錦繫町站 待會有一個方向 是全日本 上班時間 電車人 最多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這麼假掰 穿一個全套的西裝 因為我想要混成 日本的上班族混進去 不過剛剛古德跟我吐槽說我穿得 好像太高調 對 很像那個牛郎那樣穿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就進去 錦繫町 然後呢 請古德 帶我們去那個 人最多的一個方向 對 好就靠古德囉 先跟大家講解一下好了 為什麼這個站是 最最多的地方 看到那個前面那個售票 好好好我們過去看一下 死工程師平常不會穿 這是我那個工作的時候他會穿 平常他們 那你平常都穿什麼宅T上班 平常只有裡面的那些型 可是我剛剛 我剛剛坐過來 大概男生有七層都是西裝 沒錯 對 因為大概他們就是要穿西裝 哼哼哼 然後你看我們在紅色這個點 喔我們現在在錦繫町 對你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其實 這一條是中央走五線 它是從千葉過來的 你說黃色這條啊 黃色這一條 中央 喔千葉對對對 那基本上大家早上都要從千葉 住在千葉可能比較便宜 所以就從千葉過來 一直到東京這個三手線 這個圓圈三手線 圈裡面上班 我有在網路上看到說 它就是 這一個半個小時 七點半到八點的時間 可能可以有 三萬八千人 運送流量是 哇 大概是這樣 哼哼 它搭載的人是 七萬六千人 七萬六千人 兩百趴 很擠在電車裡面 哇 那個 一百趴是含站著的人數 對一百趴是含站著的人數 然後待會兒會有兩百趴的載客量 好好好 那我們就去目睹一下 對就是 七點到八點 這個區域最急 現在是 剛好七點半 現在早 日本時間早上七點半 好啦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你這個真的很像他 真的嗎 對 像那個 牛郎剛做到的早餐 對 然後那個 很爽 欸這間是亮面的千秒門 對 我看 你就看到 對 這邊這個店都是千葉方向 所以你看 人其實 還好 就還好 嗯 對 還有空間 那我們是要 然後這個方向 我們要這個方向 就是他們的時刻表 你看到八點鐘的那邊 唉唷超級多班啊 算就是幾乎是兩分鐘一班的 七點的 所以是兩分鐘一班 七點八點都很久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好死人啊 然後這些人可能不太會下車 然後其他還要擠上去 沒錯沒錯沒錯 對 好我們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班擠上去的感覺好了 因為其實七點半還不是最高峰 因為一般日本上班族是八點鐘上班 所以可能是七點四十五分到五十分鐘 人會是最多的 哦 所以就是不到 不到黃河星不死 他們最後十分鐘才會出來 對對對 我們先讓人家下來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出口方向 所以可能下車的人會 相對的比較多一點點 那沒有在出口方向可能他就硬塞進去 我們看一下左邊人 這班其實人就已經很多了 對 就是已經要 那會有人來推嗎 呃太多人的話才會有人來推 要不然就是自己推啦 對之前不是 你剛有跟我說東基倫很冷漠嘛 對啊對啊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他推是不給你前面的喔 不管你後面是男生或女生 就給他 就整個就是往後這樣 你是說 呃 自己人推還是車站的人 自己人推 就不認識了 反正我管你後面是誰 就用力這樣壓進去 哼哼哼 好 他側剛走下一班就要來 真的耶 真的馬上就要來 馬上就要來 所以我們再等個幾班再上去 你要最起的話就要前面 好是前面 半件嘛 所以這邊待會人會最多 人上會最多 你要進去嗎 哈哈 那要換成手機啊 不然你不能拍啊 我們剛剛那班沒有擠上去 我們要來擠下一班 我們剛剛那兩班是 很像 裡面的人就一直在看 就說這兩個傻逼怎麼不上車 對 對 其中一個穿的還像牛郎 也還好拔 也還好拔 雖然人很多 但他們都不講話 只有我們在講話 對 就是兩個白天 對 早安掰 沒有 你是白癡 我是YouTuber 對 白癡還沒YouTuber拍片 恐怖 恐怖 看你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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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一眼 營車 看你一眼 營車 可以一眼 駕駛 這邊 可以一眼 是 右往 outlets 就是很尷尬 就是那個吃汗就是一個很像 講一下感想 其實我覺得這班好像沒有到最誇張 沒有到最誇張 這邊可能指到百分之八十 但是我很明顯的感受到那個車廂裡的二氧化碳濃度很高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自己在台北 然後在曼谷 我也都有這種很多人擠電車的經驗 但是通常會很吵 但是大家剛好聽到幾乎沒什麼聲音 只有廣播的聲音 對 導致我跟古德也不敢講話 很微妙的一個體驗 就大家都是早上就想拿睡覺 對 很安靜 對 而且剛剛其實你看過 沒有拍到我就是沒有拉扒 因為我左沒有就是不好轉 對 剛剛古德 剛剛古德一個人就 沒有 我跟他其實講 哈哈哈哈 你就被兩個日本大叔卡在中間 然後我的左手放在你的鼠息部這裡 欸 什麼東西頂到我啊 對 沒錯 好 各位 那剛剛那班因為沒有 剛剛那班我覺得已經算滿急 但是古德說沒有到很瘋狂 所以呢 我決定跟著古德去上班 古德說他要去廉昌吧 他說去廉昌的方向有可能中間會非常近 對 就是在東京之前 剛剛在浦川之前 齁 來了嗎 然後你看有一些車是兩層的 嗯 等一下看會有車是兩層的 兩層 嗯 兩層 你是說兩層樓高嗎 放下兩層 真的假的 喔 真的耶 這個是所謂的Green Car 就是你要再另外加錢才可以走 然後就位有位置 對 好擠喔 這班是剛剛那班一樣的 各位 我馬上車了 祝我好運 你看大家下來是下來而已 他沒有要走的意思 還沒要走的氣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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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再回去嗎 所以各位那個古德要回去繼續往蓮艙 然後我要從東京轉回去我的飯店 那待會兒我再講結語好了 所以讓你回去舉好 快回去你快回去 拜拜 拜拜 各位我現在人在東京車站 然後剛剛古德已經繼續前往蓮艙他去上班 他說他通知要蠻久的時間 他一天大概來回 就是單趟大概要花70分鐘左右 從東京然後到蓮艙去上班 那來回的話一天就要花兩個70分鐘 所以其實是蠻多時間的 那綜合來講一下 我剛剛在那邊擠電車的心得 我覺得真的還蠻急的 其實蠻恐怖的 而且那個很明顯的二氧化碳濃度很高 其實不是很舒服 有一點點缺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在東京的上班族 其實還是有他很辛苦的地方 但是真的很安靜 然後在那麼擠的狀況當中 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有吃汗的話 我會說好像在你熟悉故事件 對其實你也沒辦法阻止他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好啦這就是這一次的日本上班族 擠電車的分享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臉電的話 記得按一個讚賞 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再次的謝謝福德 百忙當中要上班了 上班前還提早一個小時出門 然後跑來幫我拍這些有的沒的 他應該是他自己是日本的上班族 所以呢他應該會分享一些他的生活 他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訂閱他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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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